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 金米咖啡的知識以及器材的相關資訊 所以如果大家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新的薪資囉 那我們接下來開箱就是這一台 iCook的義式魔鬥機 是義式的 其實這兩年就是 加入義式市場的熱火朝天 所以加入的設備一直降低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就可以當Home Barrista iCook這台魔鬥機更是破盤 因為以前義式魔鬥機 商用的五萬八萬十萬很正常 iCook這台是5000以內就可以入手 它為什麼可以有這麼便宜的價錢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它的主要核心系統是一個小追刀的刀盤 可以想像就像是一個用一個手搖魔鬥機 搭配了一個電動馬達 以及相關的零組件以後 它就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去克服研磨度的問題 所以其實學長的經驗 我的測試結果也是 它的細眼魔的情況下 表現確實比初眼魔好很多 那學長也覺得 沒有任何魔鬥機是可以邊邊俱到的 從初眼魔到細眼魔都很好的 一定有它的比較強的區間帶 那iCook就是在義式、摩卡弧以及比較細的手沖手法上面 它是表現比較佳的 所以學長更建議就是你用比較細的眼魔 20左右 它全部有40格嘛 20以內其實表現都算是比較不錯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再會搭配義式技來進行沖組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隨便需要會把它的一些不錯的設計跟大家聊一聊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關於這個鬥巢的部分 因為鬥巢這次的設計我很喜歡 因為它非常易於拆裝 這邊後面有一個這個按鈕 按下去以後呢 這就會彈開 就可以拆裝 因為拆裝的時候呢 下面會有一個打片 把我的豆子打在我的豆巢裡面 在我在拆裝過程之中 是不用去清潔這個豆巢裡面的豆子 就拿起來放在旁邊 我這個時候就可以進行我這個研磨刀盤的清潔了 那需要給大家科普個概念 就是義式魔鬥機的清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覺得說很貴就不用清潔 無論是多貴的義式魔鬥機 它都是需要常常清潔 才能確保比較好的品質 因為它粉真的太細了 OK 所以這個豆巢能夠快速的拆裝 這個刀盤能夠快速的拆裝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次也是愛庫格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點 這真的是太簡單了 兩個動作就給它已經清潔倒盤了 OK 那刻度的部分呢 從1到40 那以學長來說呢 義式大概是用5左右 那1到10都是它的義式可以攻的範圍 那學長建議大家 就是大概從3到8 就6個段 你用來做義式器都可以 然後就看你用的豆子的烘焙度啊 或者是粉量 那其實這個6段的研磨度 以家用來說也算是蠻夠的 那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是關於它的刀盤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是用一個小錐刀 就是這樣提起來一個小握把 提起來呢就可以進行清潔 它是一個小小的錐刀的一個設計 那個小錐刀呢 它搭配的馬達的轉速沒有非常快 所以原則上 你如果使用義式研磨的話呢 大約是15秒左右 就會把20克的豆子磨完 以上用的標準來說 是略慢個5秒左右 但其實以家用來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差別 因為你的使用頻率不會那麼誇張嘛 一天煮3到5杯的情況之下 就幾乎是可以符合它的需求 但是對於它的馬達的保護來說呢 卻是可以讓它的使用說明變得更長更好 所以這些東西都算是為了家用市場呢 稍微做的一些些妥協 但是可以確保你的價錢更好啊 它的零組件的壽命更長 那大家可以看 其實它組裝就是這樣 把這個小錐刀放進去 它是一個防呆開關 所以你放了進去就一定可以安裝 然後再把這個 我的豆槽安裝上去 上面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鎖的位置 對準這個按鈕 你放下去以後呢 就可以一轉 它就已經完成安裝了 然後再轉這個刻度盤 它到你要的位置 那它也是一個安全開關 如果呢 你這個東西沒有裝上去 刀盤沒有裝上去的話 它是不會啟動的 就是安全裝置還是做得不錯的 那另外一部分 就關於它的粉槽的部分 這個 它有附一個這個 像是平常我們的 接粉的粉盒 還有一個這個把手架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用義式的話呢 就很方便嘛 這個把手架你裝上去 義式機把手 直接往這裡面塞 OK 它就會卡住 然後按開關以後 它就會落粉到你的粉盃裡面 你就可以直接來進行填壓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 如果你是有做手架或其他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有密封功能的一個孔嘛 所以你的粉會落到我的粉盃裡面 這樣你的桌面 就可以保持得挺乾淨的 好 那學長 建議大家 無論你是用這個 或是用這個把手架呢 尤其在義式的情況之下 可以稍微邊研磨呢 按下去 邊研磨呢 邊輕拍一下這個機身 因為其實義式研磨 它是非常容易卡分的 無論是從最平的機器到最貴的機器 它都是會有一些產品 殘留在通道上面 這個基本上是不可逆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研磨過程中 稍微進行一些拍打 讓我的粉能夠確實的落在我的粉盃裡面 這樣子你的研磨狀況 以它的乾淨程度會是最佳的 那學長的測試呢 大約是在20克的這個義式的研磨情況下 再搭配這個輕拍 大概會殘留0.5左右 最多0.5左右的產品 其實我覺得表現還算是很OK的 那這一次還有一個裝飾 學長也非常喜歡 就是關於它的防紀念裝飾 它的出粉口呢 承載一個防紀念裝飾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防紀念裝飾 最近來說是蠻紅的 因為它可以讓你在義式研磨情況之下 1. 比較不會有粉結塊的問題 因為結塊你的萃取就會影響 第二部分就是它噴粉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很明顯的沾黏 無論是沾黏在我的機身上面 或是沾黏在我的粉杯裡面 都有點不好處理 你要拍它 甚至拍不下來 那有這個防紀念裝飾 這種狀況是可以減少蠻多的 所以就可以讓你的桌面 機身都可以保持得更為乾淨 好那以上就是iCook的一些 關於研磨的一些相關的部件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行正式開始做衝組 那首先我們先放豆子 那學長這支放的是20克的豆子 然後進行研磨 按開關按下去就會自動開始研磨 那學長現在按的是一個自動模式 它也有一些定量模式 但是學長還是比較喜歡用全手動的模式 按完以後就看到 它就開始進行弱粉 然後等到弱粉完以後呢 好我們就開始進行填壓動作 這個研磨度是5的部分 好我們進行填壓 然後可以看到粉其實夠細 蠻細的 還可以更細 它還有好幾個可以做調整 然後我們就好 準備上一絲把手 一絲機上上去以後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CREMA表現如何 然後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的整體的流速 其實還是蠻舒服的 有很明顯的CREMA 可以顯示出其實這台磨豆機 它本來就是為一絲而研發的嘛 它在意識的表現上面 還是蠻正常的 OK 然後風味的表現也OK 也不太容易出複雜味 它的表現還是OK的 以加入來說 這個等級就已經可以勝過很多 可能外面的咖啡了 OK 那我們剛剛試完了義式的部分嘛 對不對 其實蠻簡單的 它的也會符合義式的需求 接下來第二段呢 我們就來配這個摩卡糊 因為其實摩卡糊呢 在歐洲很多的國家 他們使用摩卡糊的年限非常的長 但是摩卡糊其實也是一個 如果你沒有買焦義式機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很好的 可以做出類似奶咖效果的 一個 的一種器材 OK 好 那我們呢 怎麼使用呢 其實很簡單 這個摩卡糊呢 我們稍微把它轉開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這個 好 那你要用多少豆子呢 其實你可以用秤的 好 如果你沒有磅秤的話呢 你也沒關係 很簡單 就是用這個 然後直接搖一匙 好 大概搖到差不多滿杯 多一點少也都沒有關係 然後呢 我們研磨度呢 調到13 學長覺得用13是 摩卡糊 濃郁度是最好的 然後把粉倒進去 然後呢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粉杯啦 粉杯直接裝粉也OK 那如果你想像學長一樣懶惰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直接這樣 直接 把這個也不要了 直接把我的這個粉杯 放到我的這個 粗粉潮的部分 然後按下去 可以稍微輕拍一下機身 OK 可以看到 它的粉就會自然落在我的這個粉杯上面 那稍微呢 可以用整一下粉 因為這個是比較 培度比較深的豆子 所以可以看它的體積挺大的 輕輕的拍 那如果太多了 去掉一點也沒關係啦 稍微拍 那我的整個粉能夠進到粉杯裡面 就平了 不用壓它 摩卡糊不再需要壓它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把這個 然後裝水 熱水或冷水都可以 大概裝120ml的水 它裡面有一條線 你可以裝到一條線上 OK 裝到一條線呢 就直接 然後把這個粉 放進去以後呢 然後把我的摩卡糊 轉轉轉 稍微不用走到很死 就覺得已經有點緊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摩卡糊放上去以後 好 按開關 然後再開 開最大 讓它煮一下 那在你做 摩卡糊的時候 因為現在是用冷水 它時間會比較長 如果你用熱水的話 其實蠻快的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用這一次的 i-fook也搭配的這個 奶泡糊 然後可以先來搭奶泡 那大約 待會呢 我大概會脆出來 大概是80ml左右的濃縮 因為不能算是義式濃縮 就是摩卡糊的濃縮 比較偏濃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學長建議大家可以用大概1-2 1-3左右的牛奶 就等於說 你可以加到200多的牛奶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 上面有個刻度線 可以稍微倒到 200的部分 同時間呢 你就可以開始打奶泡 蓋子可蓋可不蓋 上面有個按鈕 第一個就是打熱奶泡 第二個是打 不發熱 就是直接打冰奶泡 直接打熱奶泡 再開始繼續旋轉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就很簡單 在家裡面的話 如果你有這一套加這一套 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個 蠻濃郁的風味了 那我們同時間 把摩卡糊跟奶泡呢 都已經打完了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蠻快的 那如果流熱水 的話會更快 那這時候就可以來做組合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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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奶泡 很厚實的奶泡 這個時候呢 補卡糊 冰馬呢 就可以把它倒進去 大概是1比3左右的 濃度呢 是非常的好的 會倒到表面張力為止 OK 雖然不是用意識 即使它的濃度呢 其實也是相當的濃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 效果呢 就是其實相當不錯啦 是比較烹的奶泡 跟一絲機打的不太一樣 比較烹的奶泡 它幸福感蠻強的 要喝一口 濃度其實非常的夠 然後呢 我老婆的特色就是 它有比較強烈的那個 焦糖的感覺啊 然後喝起來口感很紮實 然後搭配牛奶的方式 其實這樣是 如果你家裡沒有一絲機的話 這也是不失為一個非常簡單 然後呢 可以讓你在家裡邊享受 意識咖啡的一個好方法 OK 那我們經過剛剛的實驗以及簡介以後 大家可以了解 其實愛庫克它的研磨的 細度啊 在意識啊 或者說在膜卡糊上面 都是完全是OK的 在家用來說是OK的狀況 然後它很多的部件的設計啊 其實也都還算OK 那為什麼可以用如此實惠的價錢呢 就是原則上就是因為它 它除了最核心的刀盤 以及中軸以及馬達之外 大部分的它的外型就是塑膠設計嘛 所以它成本就會降低一些 那但是呢 其實如果你一個家用的使用者來說 你一天有可能錯十杯 五杯八杯的哦 它的耐用性也是沒有問題的 你只要不要過分的操它 一次磨一大堆豆子哦 就一杯一杯的磨哦 該喝就喝 其實的愛庫克哦 它已經可以符合絕大部分的 家用去求你 也不用再意識它容易壞掉 所以它的CP值呢 是非常非常的高 只要你不用拿來做商用 其實都非常的OK 那現在愛庫克呢 它也在折折進行募資 包括我剛才做的這個摩卡糊 加壓的摩卡糊哦 還有這個愛庫克的 很好用的這個奶泡機 都在進行募資 如果大家對這個系統呢 有興趣想要帶一個Home Barrister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去看一下這這頁面 那我會把這個資訊呢 放在我們YouTube的資訊欄上面的話 讓大家可以去了解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愛庫克的摩托機的開箱呢 就收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再為大家解答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